新竹市立委參選人鄭鴻輝力挺幼兒福利 今天舉辦了 輝熊愛玩具樂部兒童遊樂園 合體新竹市長林志堅 陪小朋友同樂 攝影新竹市立動物園將在年底重新開放 兩個人更動手來捏動物黏土 林志堅更大讚鄭鴻輝直言新竹的兒童福利 全靠他幫忙 希望選民能給機會 打一場不一樣的選戰 手拿大型道具 沉串泡泡空中飛舞 小朋友笑得合不龍嘴 有律動的感覺 進路前大玩監獄 新竹市立委參選人 鄭鴻輝化身孩子王 舉辦親子活動 與小朋友同樂 大家開心嗎 開心 那我想我們的特色公園 也讓我們新竹市的孩子 快快樂樂的長大 合體新竹市長林志堅 鄭鴻輝舉辦 灰熊愛玩俱樂部 即便天氣濕冷卻不減小朋友熱情 你做的是什麼動物呢 雖然新竹市立動物園將在年底重新開放 鄭鴻輝林志堅更陪同改造養樂多冠 動手捏捏圖 漢林志堅難得同框 鄭鴻輝允諾要全力爭取當地幼兒福利 當務之急是守護臺灣的下一代 要為我們新竹市的孩子推動新校園運動 班班都要裝冷氣喔 那麼這一切這一切的工作 過去都要非常感謝我們鄭鴻輝 林志堅派送服務掛保證直言選戰前戲 可以是孩子的笑聲 不一定都是汽笛聲 兩大孩子王合力催票 用行動證明這場選戰可以很不一樣 這次就知道了